7月13日,清华日军南京大屠杀越南同胞纪念馆发布消息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于12日凌晨离世,享年98岁 石秀英于1926年10月出生,1937年,石秀英11岁 清华日军攻占南京城前,石秀英的父亲石长福带着一家人逃难 后来她的父亲被日本兵残忍杀害 石秀英生前回忆,仅相隔几天,日本兵又把她的哥哥石坤堡 抓走了 母亲为了寻亲,整日一泪洗面 没过多久,石秀英的母亲因悲伤过度,急劳沉急去世了 家里剩下的几个孩子四处做工,勉强度日,慢慢长大 2015年12月,石秀英赴日本雄本县,长崎市,福岗县等地参加南京大屠杀现存者正言集会 石秀英生前常给外孙女讲起家族在南京大屠杀好劫中的悲惨经历 并积极参加清明家纪仪式,国际和平主题活动 南京大屠杀死亡者国家公纪仪式 不宜余力地将这段家族记忆讲给年轻人听 老人生前在接受中国新闻车记者专访时 特别向年轻人叮嘱,要记住历史,珍爱和平 世界和平,不要赞,年轻人要记住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